她说这个衣服就好看 她说显得你很更清纯 然后显得很干净 很温柔 然后她就叫我穿 我就我一直都没有穿 然后今天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又没有很 就是太多换洗的衣服 所以我就这样随便穿了 欢迎家人们晚上好 这衣服漂亮 真的呀 像个公主 哎呀太会说了 你说话鼻音太重了 因为我就是这两天流鼻涕啊 有点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感冒还是什么 然后鼻涕就不通 鼻子就不通 因为一直流鼻涕嘛 昨天直播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然后就一直在醒鼻涕 哇好多人呀 下面我们把这个右上角 一个箭头 我们把直播分享一下 把直播分享出去 看一下一整套 我不好意思 我这一整套也不好看呀 对理解一下 加尔摩 就可能今天明天 可能就是今天 昨天鼻印有点重 因为我鼻涕喜多了啊 我帮你做参考的呀 我裤子有点大 裤子就是那种很松的裤子 我喜欢穿那种有点宽松的裤子 今天你以后就要穿美美的 真的呀 谢谢啊 感谢家人们 我听取大家的意见 我也要改变自己 不然的话 我每次出去 我都觉得啊 就是给安安丢脸的感觉 就是我如果穿的不太好 一直都是一个样子的话 怕给他丢脸那种感觉下 你知道吗 穿裙子好看 他给我买了好几件裙子 家们 我带着牢过来给你们看 我都在家放了 我都在 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 都放了一个月了 没穿过 小胡今天都给我打电话 他说 你可以把这些裙子穿出去呀 我到现在都没穿出去过 我不好意思 真的 我待会儿拿过来给你们看 家伙们 你们看见我穿过那种很美的裙子吗 没有的 打个没有 我看一下 如果比较多的话 我待会儿 现直播间人不多 现直播间两万人 我们待会儿啊 家伙们 人 就是我们 把小赞赞点一点 然后不用送礼物 待会儿人更多的时候 我就穿 不然待会儿 有些人没看到 他进来又说 哎呀 你再给我换一下 我就不好意思 再换 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很美的裙子 这么多人呀 我带着他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 那些裙子 我真的 我都不好意思穿 我从来没有穿过 他现在在忙 然后我 让家伙们 我待会儿悄悄换给你们看 然后你们觉得搭配什么啊 家伙们 你们说搭配什么 然后 我就悄悄给你们换 因为我感觉 家伙们 我感觉他这几天就是 不知道在忙什么 就是在准备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些裙子 可能他想的是我 就是那一天穿好看一点 但是他拿了五条裙子给我 我都没有 没有穿过 然后我都不敢试 我觉得太露了 有什么那种 待会儿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待会儿帮我选 好不好 待会儿帮我选 对我刚刚开直播五分钟左右 叫什么线 直播间二万五的人了 好多人呀 我待会儿一套一套一套的 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 就是穿给你们看 然后你们把我选了一套 合适 行不行 好尴尬呀 对我们点点小赞赞 我们把直播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直播间 直播间分享一下 马上五二您了 是不是 对呀 我也觉得阿姨们 大可能 大可能 想做一点什么 对不对 炫耀的 哎 小你看 我分享日常 你难道平时不穿衣服吗 真的是 这有的人 他就是要 你做个什么 他可能得要早你的茶 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说我不知道 我衣服你家里你衣柜里面应该衣服比我多呢 那你衣服多那你是选 我一直都是穿那几套 难得 就是这几天 就是有几套新衣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日子 然后我不知道穿什么 我让这些喜欢我的阿姨和姐姐帮我选一下 如果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呀 如果你的心是善良的 你看见任何的东西都是善 如果你的心是恶人的心 你看见什么都是恶猎的 知道吗 所以的话 我就不评价你了 对我平时不穿裙子 家人们 你们说我这一次穿不穿裙子吗 我们眼光独特 对我相信你们家人们 我真的相信你们的眼光 所以你们待会你们帮我选 好不好 你们帮我选 你们觉得穿哪一套 到时候我就穿哪一套 我都那些裙子 我都觉得在直播间应该都不能穿吧 穿得很土呀 有人说我土 我觉得 我能够接受 因为我本身就很土 说的也是实话 知道吗 所以我这 你那两颗门牙 做过吗 这两颗呀 我给你拔一下啊 看没有 我不仅给你拔一下 我我我我再给你摇一遍 看到吗 看到吗 证明我得咬 看到 看到没有 什么都咬得动 嗯 穿旗袍呀 要穿别浪费了 我放了一个月了 我都没穿过 仗人们 你们帮我选吧 行不行 对我们把小赞在网上点一点分享一下直播间分享在朋友圈分享在群里面 都可以的啊 家人们 让更多的人看这油 谢谢啊 真实就好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所以有些阿姨喜欢和我聊天 油的阿姨就觉得怕我不小心说错话 呃我给你们看啊我现在拆个快递他给我买了一个他给我买了一个鞋子我不知道是什么鞋子啊 家人们我马上给你们猜 诶 呃 直播分享一下我我我给你们猜一个快递啊家人们 这是阿买的衣服不知道买的什么他叫我去忙 可能要可能要求婚了他希望你穿好看一点真的要 不会吧 我看给他们看一下啊我不知道 你们猜一下你们觉得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 啊 裙子呀 裙子呀 裙子吗 我也不知道 哎 哇 还有一封信 这什么信呀 哦 哦 他真的太觉得我很高是吧他是不是觉得我很高你们看一下他们他买了这么长的这个鞋子哇 哦 哦 我的脖子里 哇这个怎么穿啊家人们这怎么穿呀 他是不是觉得我太我我长得很长呀 啊 啊 太长了吧 这什么裙子 这什么裙子这么的长啊 我能穿吗 都到我的脚都到我的脚下面了 啊 要穿高跟鞋 我没有高跟鞋 我没有高跟鞋家人们我不会穿高跟鞋 我真的不会穿高跟鞋的 去试一下呀 我拿出来看一下呢 哇 哇塞 这什么裙子这么长啊 我觉得让他退了吧 他为什么给我这么长的裙子他要干什么呀 试一下 这铃子好低呀家人们 这铃子太低了 对评论区的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 晚上好晚上好 今天晚上好给你打招呼 你没看见 晚上好阿姨姐姐晚上好 一些哥哥一些叔叔晚上好 今天晚上叶总他在忙 然后的话 他就给我几件衣服 然后叫我试 然后 我还有几件新的我放在 我都是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都放了一个月 我都没穿过 对 现在又来了一件裙子 这领子这么低 看到没有 我怎么穿 你们觉得要试呀 你们觉得要试呀 背心吧 什么裙子这么长 泡在脖子 怎么这样穿了家人们 哇好多人呀 试一下试一下 这裙子怎么穿了 这裙子怎么是两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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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领子太低了 哦 有点挤呢 有点挤呢 怎么有点挤 有点挤啊 家人 这个 呃 有没有拉面呢 有点挤家人呢 真的有点挤 哦 这有个拉面 我太土了吧 这拉的也没有用吧 哦 可以拉下来 好高级 嗯 怕 那这样家人们 你们觉得试的抠一 觉得试的抠一的比较多 我去拿一个背心给家人们 试我觉得领子太低了 我再拿几件过来 几年太真实了 哎呀 谢谢啊 你们觉得是啊 家人们 不要笑话 可能我穿的不太好看 这么多人是好的 等一下我去拿一个背心啊 家人们 还在吗 几年还想看其他裙子 真的呀 好的 家人们好 我马上我穿一个很安全的衣服 这样的话我这个不太好啊 大家等一下 然后你们要说不好看就不好看 你们就直接给我说 然后我就给阿叔让他把这个裙子给退了 给我穿真的是浪费 我这种 嗯 这怎么穿嘛 穿的穿不来 怎么穿 这怎么 在哪里进去 好了 妈